我们人为什么有点福气 实际上这是我们上辈子造的业 这个呢可能是造的善业 那么这辈子为什么人会倒霉 那么就是上辈子你没有去造善业 所以我们今天有明天没有 就像我们的业一样 今天你造的新业 你可能会得到善报 也可能会得到恶报 所以学会佛法的人就要懂得 我们用自信用因缘而生出我们的法 这是什么呢 就是用通过因缘懂得果报 通过我们的感悟得到人生一样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真正的学佛是从心里来的 我们真正的学佛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什么叫合合 就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一样 如果一加零你还是一 你的感情正好有这个缘分了 你才会等于二嘛 如果你的感情没有跟这个感情合和 那你就不会成为二 也不会成为一个果 所以任何的人间法均是无常的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在法界 所有看到的东西 实际上都是因缘而生 因为我们因了这个缘分 我们才会在人间 才能和大家在一起 我们今天的缘让我们到了这个地球上 让我们投足在这个世界上 这就是缘分 否则谁认识谁 因为观世音菩萨 我们大家才能学佛 大家才会在一起 这就是因缘 所以自修很重要 自行也是很重要 一边修一边行 自己修自己来行自己的菩萨道 自己来控制自己的行为 因为你在人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结果的 你必须要修自己的灵魂 修自己的肉身 你才能得到自己的法身啊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悟出因果 因为你的灵魂没有被修好 所以你的肉体也没有修好 你得到的是一个人间的空的法身 所以见到自己的法身 实际上见到自己的本性一样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里 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假喝之身啊 如果你把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当成真的了 你就变得很傻了 台长跟大家举个例子 你现在肚子很饿 你拼命吃一样东西 当你把它吃完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很饱了 实际上这是假的饱 因为过一两个小时之后 你又会觉得饿了 这是不是假的 就像我们在人间做人一样 很多人以为自己做了很多贡献 很多人以为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 都以为这辈子完了 实际上 这段时间过了 你又是重新做人了 如果你们到沙滩上去走一走 你们在沙滩上留下一串脚印 当一个海浪过来的时候 你的脚印还有没有啊 等一阵海浪冲过之后 你的脚印没有了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因为是五蕴假河之身 所以什么都没有了 所有的人所学到的东西 所看到的东西 实际上都是假的 虽然你今天眼睛看见了 实际上你眼睛一闭 你又什么都没有看见 所以菩萨叫我们照见五蕴皆空 就是要看得见自己的心佛 自己的本性 心里有这么一位佛菩萨 所以菩萨才会到你的心里来 你就是见到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东西 所以按照哲学来讲 就是要见到你内心深处的理念 要触及到你的灵魂 一个人如果不让自己的灵魂触及到 你不能真正明白本性的 所以见不到自己的良心 看不到自己的本性 你可能就会昧着良心做事 违背本性造业啊 所以我们自己度化自己 自己要给自己的戒律 就是克制 哪些我不能做的 哪些我可以做的 哪些我应该克制住 但是哪些我可以 没有关系 慢慢的再改 人要懂得守戒 人要懂得自度 把自己度好了 你才能度别人啊 你自己不守戒 你怎么让别人来听你的话呢 你自己在家里不能以身作则的 学佛 脾气改好 你怎么让你的先生 怎么让你的孩子会听你的话呢 所以阴阳五行这个天律 实际上就是你顺着阴阳五行走的 走得顺 因为你顺着他走 你就能顺利 走得不顺 因为他 你逆着他而行 所以你就是逆行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一定要坚持自己理念 完全要懂得 我们学佛 一定要有精进心 我们还有烦恼 我们就要消除 我们有癌症 我们就必须要消除 我们怎么样来理顺阴阳 要修正佛道呢 就是要记得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要懂得对得起自己的 阴阳五行 也就是说 你靠这个走 必须按照他的阴阳五行 顺意走 犹如 你今天 做的事情 是顺着别人的 顺着自己的太太 实际上你就是会得到他更多的爱你 你今天跟他腻着 他就会更多的恨你 师父跟你们讲 实际上 你们看看 在购物中心 那种自动电梯往上跑 有些小朋友 就喜欢顺着这个电梯往后跑 想要用多少加速度奔跑 才能跑出这个电梯呢 你说累不累 所以当一个人顺潮流而上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在进步 顺潮流而退 实际上他就是偏了 一个法门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顺着观世音菩萨的佛法 那么我们就是正道正性 正念正实 否则的话 就会偏 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学佛要像一个钟一样 只有这个钟不准 他就属于处理商品 如果你戴的手表 每天慢两分钟 你这个手表就不是一个好的表 学佛一定要正 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台长学 因为要正啊 我们做的事情要规规矩矩 我们从来不讲其他法门不好 我们就实实在在自修自得 要低调 要如履薄冰 所以心灵法门才会让更多的人越学 路走得越宽呢 所以要时常给自己敲响警钟 自己的警钟要长鸣 也就是说 要懂得我们吃因缘 懂果报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阴阳果报而发生的 所以你今天不睡觉 你精神就会不好 这就是你的因和你的果 你今天骂别人 骂完了 你以为没有事了 你就错了 因为他有果报的 所以台长经常讲 生气的人真的没有意思 伤身体 伤自己 要懂得低下头来 认个错 赶紧就让自己从阴变到了阳 所以希望大家懂得 我们要用阳来对抗自己的阴 心灵有创伤 就是阴气太重 用正念来抗击自己的阴气 这时候赔个礼 道个歉 说声对不起 那就是阴阳两极所产生的一个效果 经常调解好自己 你们才能懂得怎么样在人间生活 所以当一个人脸上长痘痘了 为什么要多吃点绿豆汤啊 你们想想广东人为什么喜欢煲汤啊 就是想取自己身体上的一种平衡 因为广东这个地方很热 所以爱煲汤 四川这个地方很湿 所以喜欢吃辣的 在骨头里可以补充一些钙质 所以每一个地方喜欢吃的东西 口味跟它的水土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好好学 好好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